这个一些变化 那么在美加这个整个下行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讲了 我说在它开始这一轮下跌的时候 是美加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下跌的行情 所以你能表现出来在这段时间里 美加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下跌 就是它比其他的货币都要来的强 然后的话 这一轮下跌以后 我觉得会迎来一个 美加也会进行到 它要去进行一个修正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以后 所有的凭整进入最后的 因为美元走强 之前的最后一轮的美元的下跌 所以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包括像今天的这些位置 比如说像欧元英镑 这些位置我认为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做空的点 但是同时我也讲 交叉盘未必是好的选择 可能之前的话可能强入关系 可能交叉盘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是进入到末端 这个大的一个周期的话 相当于是可能大家会同时间进行一轮比较深的调整 同时在末端会进行一轮新的上 不见得会有特别好的交叉盘的机会了 那么交叉盘的话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当直盘货币进行震荡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 就是直盘主要直盘的货币 基本上是在一个震荡的状态下 那么这个时候 交叉盘的话 其实是能显现出来 它有一些比较单边的行情 那么当交叉盘运行完以后 它要进行一轮震荡的时候 那么直盘的货币 那么就要去进行较为单边的走势 这就是一种交易的一个节奏 所以我之前也反复强调过 我说最好交叉盘和直盘不要一起做 否则越做会越乱 因为有时候往往你做交叉盘 你觉得英镑会强 然后你做的是某个品种的交叉盘 你发现英镑是在 但是你可能你做那个英镑对某某品种的话 反而是在下跌的 这个就是直盘和交叉盘的区别 那个时候你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心理 会造成不好的交易结果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建议是 昨天就开始建议大家了 不要轻易的去买入它 目前的话英镑这个位置 我建议是做空 不要去想的是逢低买入 不要想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想法是逢低买入 但是一定要有止损点 一定要有止损点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下行 我是觉得按照英镑 英镑有一个浮动特点 英镑正常的一个运行波段大概是 也就是说如果从1.31往下推的话 它是有可能会跌到1.27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400点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不知道这个有这么一个行情的规律 就是它每运行 比如说看之前这个 较为小的波段 大概就是在400点左右的一个行情 1.30到26 32到28 32到28 现在是31 所以可能到27 那么之前的话呢 这些位置也是27跌到可能22 大概是500点 就说它有一个波动的一个通常的一个规律 所以最近的话呢 这些这两个调整波段大概是400点 所以如果这边出现的话 我是觉得它有400点 一个左右的一个调整过程 刚好也是跌穿前面的低点 这样的话 在回调买入的时候 刚好也进行一轮下跌的洗盘 好 这是我对英镑的一个看法 你如果你说 昨天的话呢 那些位置还不好 昨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是在这里 像今天的话呢 刚好 有一轮上冲 而且这轮上冲的话 从斜率的角度来讲 已经比较比较的值了 所以这个地方都可能会形成是一个末端的行情 然后跟随的 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末端的行情 然后跟随的可能是一个下跌的过程 好 那么可以看 今天的低点是1.30303032附近 如果跌穿了这个地方 就会发生所谓的变盘 好 那么刚好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在这个附近去进行一个卖出 那么止损点你可以放到1.32以上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相对的左侧位置也会比较合理的一个止损 当然了如果选择右侧 记住了下跌是一个400点的空间 那么400点的空间的话 当然也可以不太着急 可以略微参考之前的这部分地方的下跌 从1.30跌到1.26 它也会有先反弹 先反转再反弹 然后再加速下跌的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等到现在的行情 如果变到那个程度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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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